说话在Shopify上面开店非常简单 可能你只需要点几下 几分钟店铺就开好了 打开Shopify以后的话 它右上角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开始一个免费的试用 那它提供了一个三天的免费试用 三天过了以后的话 你可以再花一美元再试用一个月 价格都不贵几块钱 那接下来我教大家怎么样来组筹我们的Shopify店铺 这里的话它会问你一些简单的问题 你不用管它 直接点击这里 跳过所有 选择你所在的一个位置 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下 这里的话你可以用你的Gmail邮箱 用你的Facebook账号 用你的苹果账号 或者说直接用你的邮箱进行一个登录就可以 我这里用我的Gmail邮箱进行一下登录 好这里的话系统的话就会自动的 帮忙创建店铺 非常的方便 快速 其实开店的话都很简单 这个几分钟搞定 难得还是在后面的一个 营销推广运营上面 那这样的话我们店铺的话就已经注册好了 而第一次进来的话 它的界面的话会显示一个英文 右下角的话 它提供了三天使用 我今天是25号 28号到期 如果说你看到整个界面是英文 你看不懂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投像 然后点击这里有个管理账号 我们可以把整个界面的话设成中文的界面 我们往下面拉这里 语言这里我们改成一个简体中文 点击右上角保存 保存以后回到我们的shopify后台刷新一下 现在的话整个界面的话就变成一个中文的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加可以发布我们的第一个产品 而上架产品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手动上架 第二种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比如说像数卖通 像第二种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像数卖通 像任做破这样的平台 它可以直接把里面的产品直接扑货到我们的店铺来 都没有问题 那等一下的话我都会来讲解到 首先我们来先手动自己来上架一下我们的产品 你可以点击左边这里一个产品 那这里可以点击一下增加产品 那在上架我们的产品之前的话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上架这种矫正器 矫正带 就类似于贝贝加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它这个图片怎么拍 那刚开始你可能你可以先用一下 供应商的一些产 供应商的一个照片 你也可以自己拍 你可以买一个像这样 迷你的小 很小巧的这种手机摄影碰 那你也可以自己拍 如果你东西比较小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拍 或者说你可以来到Fiverr上面 请一些专业的摄影机构 一些专业的摄影师帮你拍也可以 那你在Fiverr上面直接搜索一个产品摄影 他们可以帮你拍出一些更好看 更专业的一些照片 增加产品这个地方 第一个我们要写标题 我们要写描述 还有的话就是上传我们的图片 前期的话我们可以点击 比如说这个按钮点击这个下载 我们把我们要下载的产品先勾上 直接点击右下载download 就可以把这个产品下载下来了 表述的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你不会写 没有关系 那我们可以交给AI来帮我们写 你现在是一名资深的Shopify运营 那我准备做一款产品 叫做一个矫正带 你把这个发过去 这个的话你可以改成你自己的产品名字 我怎么做这个产品的介绍页面 给我一个框架 我希望这个介绍页面的话与众不同 可以大大提升产品的一个转换率 GPT的话 它会给我们一个整个做产品详情页的一个框架 首先的话 它给了我们一个标题 比如说是这个标题 我们可以复制过来 我们需要有一个精美的图片和视频 高清的照片 使用场景 视频介绍等等 还有一些卖点 卖点有哪些卖点呢 这里它也帮我们写 改善知识 减轻背部疼痛 还有你有些什么优势 可以调节之类的 使用方法也可以介绍一下 再来一些客户的一些评价 再给一些优惠折扣信息 最后的话 你也可以来一个常见问题解答 还有一些品牌故事 这就是我们整个详情页 需要用到的一些东西 GPT的话 它可以先帮我们罗列出一个框架出来 我们可以拉到最底部 我们这里最底部的话 这里有个搜索引擎优化页面 点击一下这个 而这个的话就是一个SU 那翻译成中文的话 就做搜索引擎优化 这个有什么用呢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产品 在Google上面的一个排名 因为我们做独立站 我们做独立站 我们可能需要获取一些免费的 一些搜索流量 搜索流量从哪里来 就是从Google里面来 而怎么样可以让你的产品的话 排名排得更靠前一些 除了广告推广以外 就是要做一下这个SU 搜索引擎优化这里 它需要我们写上我们的一个标题 写上我们的一个标数 原标数 如果说你自己不会写 那同样我们也可以交给AI 来帮我们写一下 把这个提示语给他 给我两个英文标题 我希望简单一些 用于底部的一个SU优化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把这个提示词发送给他 那这里的话它给了我们一个标题 你看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标题 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 直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 这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SU标题 这下面的一个描述的话 我们也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 这就是对我们上面标题的一个阐述 这两个的话需要里面尽量的包含一些关键词 包含与我们产品相关的一些关键词 AI的话其实现在可以帮我们做的工作非常非常多 当然的话AI有时候的 如果说这上面这个效果不好 那我们可以来到Fileway上面 找一些专业的一个SU专家 做Shopify店铺的SU专家 他们可以帮我们做SU化 他们可以帮我们做SU 我们可以搜索这个关键词 Shopify 里面有很多专业的一个ShopifySU专家 我们可以看到销量85 销量100 这个销量1000 它可以帮助你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来看一看 它可以帮助你把你的产品的话 排到Google里面的第一名 收费的话30 60 还有100 不同的一个服务的话 可能就是优化的页面的话 可能不一样 前期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 在Home期的话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你可以来到Fileway上面来找一下这样的专家 你看光评论数的话超过了3000个评论 说明的话这个人可能是在Fileway的 肯定是在ShopifySU方面的话 可能还是有一些技术的 因为做这种SU的话 我们只需要投入一次 当我们的产品的排名排到Google里面以后的话 它可以获取一个长期的免费流量 比付费流量的话可能要便宜很多 因为我们只需要投入一次性的费用 接下来的话我们还需要一个产品的描述 那我们也可以交给GPT来帮我们写一下 那我们的产品描述页面怎么写呢 如果说你的大脑里面没有一个方向的话 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些同行 看同行的话他们是怎么做的 那有一些同行可能做的比较好 我们直接可以把它的模板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以后的话交给GPT 叫GPT的话根据它这个模板的话 来帮我们生成一下 比如说这个产品它的模板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而且写的就是这种排版的形式的话 我觉得非常的好 如果你单纯叫GPT帮你生成 它可能生成出来比较僵硬 但如果说你给它一个方向以后 它生成出来就相对来说好一些 我们来试一下 我给它说 我说再写一个符合S Shopify产品的描述简单易懂 简短一些 以下是大概的一个格式 那我来到 也可以来到你的竞争对手的网站 把它把它产品的一个描述的一个格式 然后复制一下来到我们的GPT 然后粘贴过来 GPT的话就会根据我们刚才这个产品的格式 帮我们写一个关于我们自己这个矫正带 贝贝加的产品的一个描述 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 同样回到我们的Shopify 我们把我们刚才的一个产品介绍的话 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写产品描述的方法 就是说 如果说你对你自己的产品不太了解 那你也不知道怎么描述它 那你可以来到比如说这个页面 把这个图的话 结一张图 结一下这个图 结一下图以后 我们可以回到GPT 把这个图的话直接粘贴过来 因为我刚才说了GPT的话 GPT会员 如果你是免费版本实现不了 GPT会员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词图 我用的是GPT4O 它是OpenAI最先进的一个模型 它可以帮我分析图片上的信息 然后给出我们一些答案 我说请根据图上的产品 再帮我写一个产品的描述 刚才这个的话 我们只是给它一个关键词的帮我们写 然后这次我是给直接告诉了它 我们这个产品长什么样 它这样写出来的产品描述的话 可能的话更符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要求 有时候你自己描述可能不是很清楚 直接你看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直接复制一下它就可以了 我觉得那你还可以直接叫它翻译成中文 西班牙文 任何世界上一个国家的语言 它都可以帮你翻记 可调节贴合不同身形 促进自然知识对齐 以穿带大概的话就是这些 这些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直接的一些描述 它的材料颜色等等 我们直接可以复制 这个版权的一个就可以预防一个版权 因为这些图片的话供应商给我们的图片 你也不知道这个图片是不是它的 没准它也是从哪个地方倒过来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用 我们也会遇到这方面的一个侵权的风险 全部传进来以后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右上角 这里保存一下 点到保存它说我们这里有个错误 这里我们看一下我们哪里有错 我们点一下它 它会直接跳到这个页面 这里是因为我们颜色的话还没写 我们可以把颜色 我们这个产品的颜色给选一下 就是我们产品颜色是黑色 我们可以把它勾下 勾下以后我们再点一下保存 我们来预览一下先 黑色选好以后 右下角这里也有个保存一样的 保存好以后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里预览 我们可以来大概看一下效果 这就是我们刚才传好的一个产品 左边是图片 右边的话是我们一个产品的介绍 大概的话有一个框架了 我们接下来进行继续一个设置 我们还需要一个价格库存这些 我们还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装修页面 比如说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在线商店 左边这里有个在线商店 我们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点一下它 它会在一个新的页面打开 因为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还先标关 等一下我们还要用 在线商店以后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自定义 我们去到我们的产品装修页面 可以进行一下装修 主要我们还是做我们的手机段 我们点击PC段 可以看到我们刚才上架好的一个产品 我们双击一下它 它会来到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详情页 而在产品详情页的话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页面的话 对我们这个页面的话进行一个优化排版 因为在产品里的话 这里排版出来可以更丰富一些 比如说左边这里我们可以点击一个增加分区 而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比如说这个可折叠的内容 这个可折叠的内容 这个有什么用 这里可以加上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常见问题 FAQ也就是常见问题 那里面的内容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改一下 我们比如说点击第一个 我们可以回到GPT来帮我们写一下 找到我们一个常见问题的一个区域 我们叫GPT来帮我们写一下 我给GPT提示是 常见问题解答FAQ 这个常见问题解答FAQ 这个区域帮我详细写一下 它会给我们一些常见问题 但是它生成出来是一个中文没有关系 我们叫它帮我们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做的是跨境电视 我们需要我们的语言的话 肯定是需要英文 那有了这个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下 第一个问题 复制好这个问题 以后回到我们这个页面 点一下第一个 把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填进来 再把我们的答案的话 也加进来就可以了 我们的内容 这边的话右边我们点击一下 你看就可以看到我们相关的一个答案 你要做的就是重复这样 不知把我们下面的所有的问题的话 都加到这个地方来 就可以形成我们一个常见页面的一个区域 你可以点击返回 这里也有个加号 你也可以增加一些其他的图片 那都没有问题 点击一下它 那这里的话 你可以单独上传一些图片 做形成一个图文并茂的一个商品详情页面 做好以后 记得一定要点一下 右下角这个保存按钮 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产品上架的这个页面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价格 价格的话 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 这个产品的进货价的话是7美元 但7美元的产品的价格是7美元 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加价 这就是你中间赚的一个利润 比如说我卖个29 比如说我卖的话 我就卖个29美元 原价的话你可以设成39 因为我们实际在销售过程中 我们肯定也不是卖29 这个价格你可以比你的卖价稍微定高一点 我们在正式开始销售的时候 我们会增加一些营销促销的手段 比如说给一些优惠码 还有平时搞活动了 所以说这个价格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个空间去打折 如果你价格设得太低 你后面就没有一个打折的一个空间了 这个价格的话 是不是需要包含一个税收的一个价格 我建议大家的话 把需要收税把它勾上 包含一个税收的价格 如果税收的话 你单独去向消费者来收的话 它可能会有点排斥 就像我们的产品 你把运费的话包含在价格里面 比单独去收运费的话 可能消费的接收程度会高一些 如果说你这个还包含了一个税的价格 你还可以再稍微稍高一点点 成本价格的话 你也可以写进来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的成本价的话是7.08 那Shopify的话 它会直接帮我们计算出我们的一个利润 我们的利润率是多少 这个的话买家的话 它是看不到的 只是我们自己的看了 那方便的话 Shopify的话 后期做一个数据分析统计 了解产品的成本的话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那大家的话记得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填准确 那Shopify算出来的也才能准确 那我个人的话比较习惯 不单单填一个我们产品的一个实际的成本 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快递费 我们需要运送这个产品的快递费加进去 比如说5元的一个快递费 但是的话我们的推广成本的话不算 因为每个人的话你推广的成本不一样 那可能的话都会有所不同 但是快递费还有我们的竞价 它是肯定是固定的 比如说我快递费是5美元 加上一个7美元就是一个12美元 这就是我大概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固定的商品的成本 但是不包含推广费 不包含其他运营成本 那想象一下 比如说你卖了10个手机壳 每个手机壳10美元 那种收入的话就是100美元 你从这100美元里面减去你的成本 再减去你的推广费用 那你就可以大概算出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毛利率了 当然的话还有一些运营成本会在里面 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库存 库存这里的话可以填入我们的一个货号 你可以把你的产品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作为一个货号 方便你的一个记忆 比如说我这个叫做SBPC 那我可以把我的货号改成这样子SBPC 方便的话 方便我们自己区分 这样的话我们查起来的话也方便 后期你导出数据的时候也会给你简介一些 那后面这个条码的话 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 那为了管理你的一个库存 还有一个物流用的 你可以用一些免费的一些条码生成器 比如这个网站你在Google收入的话非常非常多 那你可以把你的货号比如说加到最前面 那什么什么的点击一个生成 它会帮你生成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条性码 那这里一个跟踪数量 我们把它勾上 缺货后继续销售 建议大家不要勾 你卖完了的话就不要再销售了 这里的话有一个重量 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有这个产品的重量的话 你可以把它填进去 那没有的话你也可以先不用填它 比如说我这里随便填一个 这里的话你还可以增加一下海关的信息 你的发货国家 那如果说你是做一键代发的话 这里先不用管它 这个产品重量的话有时候可能消费者 他可以大概了解一下你这个产品有多重 那有时候还是可以简单设一下 后面的话如果你的产品还有多个尺寸 比如说大号小号 红色白色黑色 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增加多个颜色 还有多个尺寸 在这里的话都可以继续添加 比如说添加一个颜色 颜色名称 比如说你还有一个海军蓝 你可以点击一个完成 你也可以增加其他选项 那等等你都可以自己来加 或者你如果说这上面的话没有 你可以点击自定义选项 你可以自定义 比如说一个尺寸 尺寸是大号中号小号的话 你都可以来设置一下 那尺寸比如说是一个中号小号 都可以来设置一下 如果说你做跨境链上 这地方记得一定要用英文来填写 选好以后的话 这下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才设好的 这个产品勾上 这边的话你可以填上你的一个产品 你这个产品有多少数量 你就可以把这个库存的话填进来 填好以后点击右上角保存 我们可以来预览看一下 我可以看到这里的话 它会显示一个麦空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这个页面 把我们的库存的话数量设置一下 比如说这个库量有货 这里有多少货 你可以把这个数字的话填进去 比如说你有50你就填个50 有100的话你就填个100 填以后要减低保存 再点击这个页面刷新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产品的话 就可以增加到购物车了 就可以进行一个销售了 这个是我们手动上架产品的一个方法 希望有风的付出能对你有所帮助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